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各位网友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4月27号 加州的天气呢 已经越来越热了 我的头发呢 也越来越长了 但是呢 加州现在还属于封城状态 所以说现在没有理发店开门 我出去剃头呢 找不到地方 因此呢 头发长呢 现在只能是请观众们担待了 今天我们要讲的节目主要是谈中共啊 最近对美国发起了一轮新的这个外宣攻势 这个外宣攻势主要是什么 是两大项 一是黑川 第二个是挑拨川普和他的幕僚 和他的内阁里面之间的关系 就在这两天 中共它居然通过央视的新闻联播 去狠批蓬佩奥 这是很少见的 说蓬佩奥散布政治病毒 正把自己已经变成了人类的公敌 强调蓬佩奥如果一意孤行 继续讲政治私利置于公共利益之上 那么他必将被美国人民抛弃 在美国的外交史上会留下千古骂名 可以这样讲 中美建交四十年来首次中共 它对美国现任的领导人指名道姓的辱骂 这是第一次 那么为什么中共一定要骂蓬佩奥呢 而且对蓬佩奥用那么刻薄那么恶毒的语言呢 他第一个是骂给国内老百姓看的 因为告诉国内老百姓 我们对美帝国主义绝不屈服 美帝国主义现在压迫我们 美帝国主义投毒了中国 所以我们现在要对美帝国主义一正词言的对他们批驳 第二个呢 他也是为了挑拨川普和他的内国关系 挑拨川普和蓬佩奥的关系 告诉川普 现在中美关系出现的各种问题都是你这个国务卿搞坏的 这是中共主要的目的 它主要是一个是愚民啊 让老百姓认为我们为什么把美国输为敌人 为什么我们中国遭受到那么大的疫情啊 这个疫情都是美国人投毒的 所以说央视首先是骂蓬佩奥 就是骂给老百姓看的 因为至今还有很多人在微信微博上都在传什么 传是美国人投的毒 你觉得是美国人投的毒吗 如果真的是美国人投毒 那么中国遭受的损失很大啊 武汉首先封城 武汉一开始死了那么多人 而且中共要隐瞒干嘛 中共就应该如实的报告全世界中国死伤的人数 因为你损失越大跟美国索赔的越多啊 既然是美国投毒 那为什么中国不向美国去索赔 而反而是人家美国的密西西比州 美国的密斯比州向你中国索赔呢 为什么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要向你中国索赔 美国投毒 为什么人家不找美国去索赔呢 至于央视挑拨离间 挑拨川普和蓬佩奥的关系 你觉得有用吗 中共恨蓬佩奥 主要是什么 蓬佩奥担任过多年的美国的中情局局长 他中情局局长干什么呢 就是专门调查中共在美国的所有布局 包括他的政治布局 外交布局 包括中共在美国派遣的大量的间谍和特务 以及中共最高层领导人 他们的家属小餐 他们的情人 在美国的房产状况 美国的财务状况 蓬佩奥全部掌握 所以中共恨死了 尤其是央视这些主持人恨死了 因为央视主持人被中共高层包养的也不是一个两个 他们在美国买房产的也不是一个两个 那么这些人的情报 蓬佩奥都掌握 可以讲 蓬佩奥的那个名单 有一天把它抖露出来以后 中共的高层领导人 包括央视的这些很多主持人 他们不是被摸收房产 冻结资产 就是被吊销绿卡 所以这些人都跑不掉 因此这些人对蓬佩奥恨之入伍 他们现在拿人家蓬佩奥没什么办法 只能去骂街 但是你觉得骂街能改善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吗 现在你中共向全世界扩散了你这个武汉病毒以后 让全球现在都遭受到莫大的损失 美国现在确诊的都快上百万了 死亡的人数都五万多 那美国能不找你算账吗 本来美国在中国大陆还有几个美国的新闻媒体 这些新闻媒体在中国还有一定的采访权力 尽管受到中共限制 但是不管怎么样生活在中国 多少对中国 尤其是对北京的各种情况还是有所了解 后来中共把人家赶走了 是因为就是什么 美国蓬佩奥他宣布要停掉中国在美国的五大新闻机构 这个新闻机构被蓬佩奥认定是中共的代理机构 它根本不是新闻机构 就像新华社啊 人民日报央视啊 这些是什么新闻机构 这都是喉舌 都是中共的一个宣传机构 中共的一个代理人 所以说被美国国务院定为 中国政府的代理人 因此就把他们停掉了 停掉他们就派凤凰卫视啊 派什么上海东方卫视 到白宫 然后去掏川普的话 然后去陷害川普啊 现在美国已经正式确定 王悠悠马上立即要把他赶出美国 凤凰卫视和上海东方卫视不可以在美国进行他们现在的采访活动 包括凤凰卫视 他这个总部是设在加州 在加州他收买了好几个电台 其中他还收购了墨西哥的一个电台 对墨西哥的那个电台收购了以后呢 他把他原来的西班牙语把它改成中文节目 然后这些中文节目都是在凤凰卫视加州的大本营在这制作 制作完了以后 把它发送到墨西哥的这个电台 然后墨西哥的电台再把这些中文节目向美国来广播 让美国所有的民众都听到中共的这个洗脑宣传 中共就这么干的 中共一个是收购海外媒体 第二个它在海外成立媒体 第三个就是把中共的新闻机构派到美国去 它这么多年来已经做了几十年啊 所以对美国的这个洗脑和美国的伤害相当大 他们已经到了已经派大批的记者都能进入白宫 都不断的能给川普挖坑 你想想看中共它对美国政治它渗透的多么深 所以美国刚刚宣布要对凤凰卫视把它也列为中共的代理人 把凤凰卫视要赶出美国 那么绝对不是一个凤凰卫视啊 可以讲在美国的所有中文媒体 所有的中文媒体 我觉得美国国务院都要审查 不管是自媒体还是官办的媒体 只要这些媒体他们所散布的言论 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 是给美国人民洗脑 是攻击美国的政策 是帮助中共在海外做宣传的这些机构 可以讲美国人应该所有的华文媒体都把它停掉 因为这些人到美国来 他们就是来陷害美国人民 就是来挑起在美国的所有的华人 挑起华人和美国族群的矛盾 最终什么 最终就是搞乱美国嘛 这就是中共主要的目的嘛 中共现在发起的最新的一轮就是专门黑川普嘛 在海外很多 包括自媒体在内 包括什么这个大V 那个大V 脸书上也有 推特上也有 谷歌YouTube频道上也有 这些人不管是自媒体还是国家官办的媒体 还是中共花钱收购美国的媒体 这些媒体现在最近都发起了一轮黑川普的行动 他们黑川普黑的非常离谱 我可以讲 现在这个发起的黑川的这股风 这个里面有很多人 他们实际上都是非常阴险和阴暗的 可以这样讲 历任美国总统像川普这种只拿一美元的总统 而为美国人民服务的 全美国二百多年来那么多总统也就出了川普一个啊 而且你看看 历任美国总统有几个人像川普这样受到围攻的 美国的各大媒体几乎是百分之百都是攻击川普的 为什么在美国很多媒体上揭露出包括希拉里 包括克林顿家族丑闻的人 而且揭露他这些人里面有几十个人都死掉了 为什么拜登的姓丑闻和拜登的儿子在乌克兰也好 在中国也好 获取了大量的中共和乌克兰给他的这个家族利益 为什么这些是美国的媒体都不闻不问啊 那么人家说你建民是不是就挺川了 我可以这样讲 我绝对不算是挺川 但是我绝对不会黑川 所谓挺川黑川 这是人为的战队是给你划线 川普做的对的我们叫支持 川普做错了我们叫批评 川普他并不完美 但是再插一笔拜登好吧 拜登的历史我们已经看到他自己卖身求荣 出卖美国勾兑中共 拜登的历史这个我们都已经看得很清楚吧 可以讲在反共方面 川普现在的内阁已经击中了全美最多的鹰派 这些鹰派人物基本上对中共都是有深刻认识的 像纳瓦罗 纳瓦罗对中国的批评可以讲已经远超一般所谓海外的反共人物 也就是纳瓦罗对中共的所有的手段和鹰母看的都是清清楚楚的 互联网是畅所欲言的事件 批评川普没问题 你有批判的权利 但是你也有不批的权利 你有挺川的权利 你也有不挺的权利 但是你不能黑川普 你批评你不能以黑川为目的 因为这正是中共的目的 禁报4月25号播放了这么一则新闻 说是美国有一对60多岁的老夫妇 因为他们听从了川普的建议 他们就喝下了他们家里面养育鱼缸里面的清洁剂 然后呢 他们家里面的这个老公呢 这个丈夫呢 当天晚上就死亡了 你觉得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你觉得真的会有美国的这么一对60多岁的老夫妇已经活了60多了 可以讲人生阅历不算少啊 就会去把自己家里面鱼缸的清洁剂把它喝掉吗 然后把它赖到川普头上吗 这样的消息我告诉你讲 就叫黑川 这样的信息是根本就不会有人相信的 至于那个网上很多地方都在那个写着说是川普欠到中国银行几千万美元到2022年就要到期 这个消息你信吗 川普到2019年按照福布斯富豪榜上面给川普的财富的排名 川普的身价达到31亿美元 在全球的富豪榜 川普排到了715位 你觉得川普就欠那几千万美元 川普几十亿的身价还不起那几千万美元吗 川普真的欠了中国银行的几千万美元吗 希望你调查清楚 搞明白了 再去喷川普 这几千万美元根本就不是川普本人欠的 跟川普本人没有丝毫关系 那么网上为什么有那么多去黑川普的材料呢 我告诉你讲 这都是中共的手脚 中共在海外通过海外其他媒体把它发布出来 实际上都是在黑川普 你觉得川普一个几十亿身价的人还不起几千万美元吗 川普真的是不想还吗 想跟中共勾兑吗 川普要跟中共勾兑 那么川普还要跟中共去打什么贸易战吗 川普如果也要想跟中共勾兑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川普能跟中共勾兑的本钱更大 那些黑川的人你能回答我吗 至于这个黑川里面 当然我不排除有一部分人是反共亲切苦共已久 所以他们希望川普能够把共产党剿灭 我可以讲 那种指望川普来帮助你推翻中共人的这种想法 非常的不实际 川普是美国总统 不是世界总统 他没有这个责任 但是你说川普作为世界自由主义民主灯塔的美国领导人 他有没有这个义务来帮助解救那些被中共专制压迫的人民呢 我觉得有 也就是说川普他应当有这个担当 他作为美国总统 作为全球民主灯塔 作为他能够立志铲除共产主义 能够解除被共产主义压榨的那些人 川普确实 我期待他有这个担当 但这不是人家的一个责任 不是人家川普应该的 川普必须要帮你铲除中共 铲不铲除中共首先是靠我们自己努力 也就是我们自己要努力改变 需要的是我们要求自由民主解放的这个呼声 需要我们更多的是向国际社会去传递我们 希望得到中国人民自由民主解放的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既要让国际社会听见 也要让美国人民听见 更要让川普听见 这也就是说川普知道我们的想法 知道我们在改变 知道我们在努力 那么川普帮助我们一起推进 那可能共产党就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 就把共产党剿灭了 很多人都跟我讲 你说推翻习近平 打倒习近平不是铲除共产党的唯一手段 我当然是这个意思了 习近平是共产党的一个党魁啊 你把习近平打倒了以后 共产党就灭亡了吧 铲除共产党是目的 很多人去把它生成起义 建民呢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把习近平弄倒没有用呢 那么你告诉我怎么去推翻共产党 他们认为推翻共产党就是打倒习近平 打倒习近平就推翻共产党了 共产党的邪恶是一个党的组织存在 是控制中国国家政府的一个黑帮集团存在 它不是你们哪一个领导人的问题 习近平的领导水平他比毛泽东高吗 比邓小平高吗 毛泽东死了以后 共产党灭亡了吗 邓小平死了以后 共产党灭亡了吗 习近平同样 他今天死了 共产党不会灭亡 我们铲除中共 解决中国人民民主最主要的问题 是要推翻共产党这个政党 是要改变中国这个制度 而不是仅仅打倒共产党的某一个领导人 共产党再换什么领导人 上来的无论是谁 他都会维护这个党 维护这个共产党继续奴役人民 所以说我们根本目的 大家要听清楚 是铲除这个共产党是改变制度 是改朝换代 不是改良 很多人要改良要改革 希望共产党改良或者改革 共产党从机器里面他就是邪恶的 他每一个基因都是带毒的 所以说共产党没有改良的可能 根本就不要谈什么改革 是改朝 一定要把共产党这个朝代把它改掉 所以说打倒习近平只是改朝换代里面 其中的一个手段 光打倒习近平不够 要把习近平和共产党一块推翻 那么很多人都讲 先把习近平推翻掉了 先把习近平推翻掉了 共产党如果没有跟着习近平一到死 推翻习近平没什么用 第二个 把习近平推翻掉了 你觉得共产党还能找出哪一个 比习近平更蠢的人吗 比习近平更无能的人吗 那么既然那么蠢 那么无能的人就让他折腾 折腾 把共产党折腾到坟墓里面了 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所以说我们要弄起一个目的 就是要铲除共产党 包括美国反对川普也是 你反对川普 你批评川普 批评川普也仅限于 川普当他对习近平夸奖了 对金正恩夸奖了 当他跟专制合作了 这时候我们批评我觉得是完全正常的 至于你把川普黑掉 你把川普说的一文不识 难道川普下台 你让拜登上吗 你觉得拜登是什么人呢 为什么中共那么讨厌川普 中共派出一批一批的大外宣 派凤凰卫视的王佑佑 又派上海东方卫视的张经义 不断的就到白宫里面给川普挖坑 被川普试破以后 他们又来找了一个美国当地出身的那个福建人的后代 你记不记得那个在白宫里面挑战川普 在脸书上咒骂川普的那个福建来的 开餐馆的老板的女儿啊 叫姜维嘉的那个CBS的记者啊 我可以讲这个CBS的这个女的姜维嘉这个记者 她就是忘恩负义 她是标标准准的断人家美国人的碗 蘸人家美国人的锅 要不是美国收留了她的父母 能够在唐人街上面开个餐馆 让她在美国有受教育的机会 她这辈子如果不是生活在美国 生活在福建 她要么被校长性侵 要么可能像五花园一样 瘦的只有五十几斤 让她悲惨可死去啊 现在她到了美国了 她享受了美国的自由民主 美国给了她教育的机会 让她长大了 让她进入了CBS担任记者 她居然到白宫里面去挑战川普 去咒骂川普 她在脸书上对川普批驳的那些语言 她不是黑川是谁 她不就是共产党在海外收购的 海外媒体里面黑川的那些人吗 你看看海外的媒体 美国媒体也好 欧洲媒体也好 全世界那些黑川的那些人 他们都是些什么巨星 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 他担任美国总统没有几个月 突然诺贝尔奖给奥巴马发了一个和平奖 搞得奥巴马自己都莫名其妙 他都不好意思去接受这个奖项 当诺贝尔委员会那天宣布奥巴马获得了当年年度的这个和平奖 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 奥巴马那时候还在白宫里面睡觉呢 等到他白宫的工作人员把他叫醒以后 告诉他 你现在被诺贝尔委员会授予和平奖了 奥巴马这时候回答的字就两个字 叫做惭愧 奥巴马自己没想到他获得什么诺贝尔和平奖 奥巴马凭什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呢 而川普当时和三胖会谈 川普跟三胖会谈之后 很多人都预测三胖有没有可能真的契合啊 跟美国走共同的道路啊 如果川普跟三胖谈得很好 三胖真的契合 然后韩国南北韩统一 然后北韩也像韩国一样走上了一个共同的民主道路 在美国的扶持下 北韩的经济大大的发展 南北韩统一 从此朝鲜半达都有了和平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三胖和川普都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啊 然后诺贝尔评选委员 唯有委员就这样讲 不可能 即使是这样 哪怕三胖给他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川普也别想 他们对川普的这种仇恨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 川普哪里在世界上就得罪了 有那么多的敌人 一个身价几十亿的富豪 一个七十多岁还在为美国人服务的 一个一年就拿一美元年薪每天工作到深夜的老人 这样去诅咒人家川普 这样去黑人家川普应该嘛 可以讲 川普接任以来给美国创造了多少奇迹啊 都忘了嘛 不是中共三国的这个瘟疫 对美国造成了那么大的死伤 对美国的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熔断 对美国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给美国增加了几千万的实验 这都是中共的责任 这是川普的责任嘛 我对川普也经常会有批评的 但是我对川普的批评 仅限于川普他去夸奖独裁长 夸奖三胖啊 夸奖习近平啊 认不清三胖给川普花的大饼 认不清习近平给川普摆下的迷魂症 所以每到这个时候呢 我对川普就很生气 我觉得川普呢 不能正确的认识共产主义的邪恶 不能正确的认识习近平和金三胖 他们跟川普是不可能两人能共同在谈判做出来 能谈好的 即使是谈好的 他们也不会兑现 这是我对川普经常心理批评 但是我更多的是支持川普 因为我觉得川普是一个忍辱负重的人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 一个每天为美国人民工作到深夜的人 一个全球最伟大的国家 最强大的国家的总统 每天面对的都是对他的斥责 对他的谩骂 对他的抹黑 对他破的各种脏水 可以讲这些对川普黑穿骂穿 然后对川普污蔑造谣的这些人 如果在俄罗斯普京早就把他们送进了坟墓 如果在朝鲜三方早就把他们拉去 炮掘权掘 如果在中共 中共早就让这些人进了新疆的集中营 但是唯独你在美国 生活在美国这个世界 川普不但不会对你有任何人身伤害 川普还经常很礼貌的 忍住气的在白宫 听到你们这些斥责以后 川普才不断的做着辩解 我不知道美国这些西方媒体 当他们过上这些好日子 他们不知道专制的残酷时候 他们享受到民主制度时候 他们对他们自己国家一个民选的总统 他们可以这样去污蔑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想过 他们有没有体藏过 在中国无数因为言论自由受到迫害的那些在牢房里面的人啊 那些709的律师 那些因为在网上发帖 然后就被中共以寻衅知识罪全部送在监狱里面的 包括国际社会都已经了解的 新疆的那个集中营有上百万的维吾尔人都被关在集中营里面 你们体谅没体谅过 他们的痛苦呢 在中国 你别说是批评中国政府 批评习近平 你保持沉默都不行 你必须要赞美 可以讲现在已经发展到 赞美不热烈的不行 你如果赞美不热烈 就直接把你送到看守所 各种司法等着你 躲猫猫死 喝粮水死 共产党有一万个办法 让你在看守所里面死去过来 然后让你到央视上认完罪以后 回到看守所里面悲惨的死掉 中共就是这么干的 中共这个流氓政权可以讲叫坏事做尽 瘟疫传果到全球 他知道全球现在要找他清算 所以他现在以黑川普为目的 把川普黑掉了 把美国打倒了 拜登扶起来了 把民主党跟中共勾兑了以后 中共就可以转为为安了 所以消灭川普即到美国 现在是中共 他大外宣里面的头号方针 因此现在来讲 互联网上面那些大威小威 那些自媒体 那些拿到共产党经费里面 在互联网上面兴风作囊的人 我觉得大家都看得很轻 我不愿意去点这些人名字 因为我觉得很无聊 因为我眼里面的敌人只有中共 我需要批判 需要战斗的敌人就是中共 别的人那些帮助中共做爪牙的那些人 我觉得大家能够认清就行了 再说 我们没有这个经历 每天跟这些人纠缠 但是我建民认得很清楚 我只有这么一个方向 也就是共产党是人类最大的敌人 我们需要的是铲除中共 而今天一切在互联网上兴风作囊的这些人 只能分成两位 一类是永共的 一类是导共的 那么永共的这些人 他们的手段很多 那么这要靠大家的智慧来判别 如果说你认为你相信他 你认为他讲的他嘴巴上讲的反共就是反共了 你看他的实际行为 我相信经过长一点时间 经过自己有智慧的分析 你最终就能认清哪些人是打着反共旗号的真正的永共力量 可以讲 中共现在面临着全球而相差索赔 在整个疫情过去以后 一定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向中共的索赔 澳大利亚现在已经明确表达一定要向中共索赔的态度 然后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两天跟川普也达成了一致的协议 要求改组示威 要求问责中共 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川普 他们罕见的发表了一个双边的声明 对易北河也就是二战结束的1945年 美国和当时的前苏联他们共同合作 共同汇持 共同击溃纳粹的一个经典的汇持场面 那么现在川普总统和普京总统重温当年的历史 也就是加强了两国的关系 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 中共是相当不利的 所以中共政府现在狗鸡跳墙啊 中共驻澳洲大使馆的这个外交大使 它就威胁人家澳洲政府 跟澳洲政府就说 你们澳洲政府想要对病毒来源进行调查的想法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你们继续 中国就会停止进口澳洲的葡萄酒和牛肉 同时停止中方学生到澳大利亚留学 停止中国的游客到澳大利亚来旅游 那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叫佩恩 马上就对中共这种以经济手段来胁迫澳洲的行为给予反击 他表示澳洲必须要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 来调查世卫组织调查中共这个病毒的来源 绝对不会受你中共的威胁 你的留学生不来就不来 你的旅游不来就不来 你不买澳洲的葡萄酒 不买澳洲的牛肉 澳洲不会因为你中国不买 澳洲就向你居服 不买就不买 你们先别买澳洲的奶粉 你们那些小粉红先滚回你们中国大陆去 先不要带到澳洲留学 不要你们留学 更不允许你们买澳洲的奶粉 那么多年来 你们抢购澳洲的奶粉 把澳洲市场搞得一塌糊涂澳洲本地的居民 他们要吃奶粉吃不到 你们大量的中国人在澳洲抢购人家的奶粉 搞这些代卖 然后扰乱了人家澳洲的市场 你们不光是老百姓买 小粉红买那些留学生买 你们开的军舰 你们的那个海军 海军军人都成舰艇的 把澳洲的奶粉拉回你们中国去 你们首先是不把奶粉卖给你们这些人 让澳洲的这些做代购的 让你们这些买不到奶粉的 让你们这些大量的小粉红 你们都滚回中国去 你看是你中国政府不买澳洲的葡萄酒 不买澳洲的牛肉 不派你的留学生来 不来旅游 能够把澳洲为难住 还是说澳洲限制你们中国 把你们这些贪官全赶走 把你们这些贪官澳洲的绿卡全吊销 把你们在澳洲的资产权冻结 那时候是你们难过还是澳洲难过 可以讲中共他不就是用经济手段捆绑吗 他捆绑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不都是这么做的吗 他在非洲给人家那么大的债务 现在人家非洲对他就是不缓 人家不缓的结果 最后中共他也就是在非洲投资就是白头了 那么他在欧洲也好 在日韩也好 在美国也好 他都是希望通过贸易去捆绑人家国家的经济 通过经济来控制人家的政治 现在人家都要去中国化 美国和日本都要把大量的企业 从你中国撤出来 等撤完了以后 中国完全没有外企 尤其是没有外贸订单 所有那些外贸出口靠订单 生活的那些企业 全部下岗全部没有工作做的时候 大量的民众失业的时候 当几亿人没有饭碗没有饭吃的时候 你觉得中共他能坚持几天啊 美国现在所有的这些议员们都已经认清中共的邪恶 可以讲整个这个疫情是中共的邪恶的大爆发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叫林塞格雷隆姆 他在4月25号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 他就表示中共隐瞒疫情造成了全球的大流行 致使2600万美国人失业5万多人死亡 如果美国没有向中共提出清偿和索赔 没有让中共付出必然的代价 会让我们所有这些从政的人物感觉到一种羞耻啊 所以说疫情过后 美国率领的欧洲和率领的整个欧盟的国家 向中共清算的是百分之百的 美国参议员课程提出的就是更加严格了 他已经直接要求任何中国大陆的留学生都不能到美国来留学 不管他们到美国来学什么 他们学完了以后都只会把美国的科技透过去 然后为中共这个邪恶的政权服务 然后最终来磨害美国人民 美国凭什么培养这些未来的对美国枪害的这些规手啊 所以说参议员柯顿他的说法就非常的具体和明确 就是说美国从2021年起 就应该不再接受任何一个来自中国大陆到美国留学的人 不管是学者还是学生 美国一律拒绝 如果美国真的从教育从贸易跟中国完全脱钩 然后把美国在中国的工厂全部撤回 然后再示意政治和外交上的打击 我相信美中最后对峙的这个状态 美中走入冷战的状态 在川普下一个任期就一定会完全形成 我非常期待着这一天早一点到来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